据台湾媒体报道 由于最近台湾地区天气回暖 鸡蛋产量开始上升 年前爆发的缺蛋危机似乎有所缓解 但仍有不少台湾民众抱怨 鸡蛋的价格还是比以前贵 据报道 台农业主管部门畜牧处表示 目前岛内的鸡蛋日产量增加到11万箱 市场上的鸡蛋供应已逐渐恢复正常 每核鸡蛋约56元新台币 比年前蛋荒时的62元便宜 但还是由台湾民众抱怨 蛋荒前每核鸡蛋大概45元新台币 现在的价格还是贵了 除了鸡蛋价格受到争议 海鲜食材的价格也是普涨 往年只要过完年 台湾的海鲜食材价格就会回稳 但现在像是帝王蟹 波士顿龙虾等海鲜仍是持续涨价 和去年相比 波士顿龙虾从每公斤600元新台币 涨到每公斤1200元新台币 涨了一倍 此外三文鱼从一公斤390元新台币 涨到620元新台币 干贝每公斤也涨了400元新台币左右 价格就是一直涨一直涨 过完年还在涨 还在缺货 现在几乎空运的东西都涨得快一倍 对啊 什么成本都高了 对啊 对啊 谢谢大家